人需要神 国外忽视在无助恐惧时求保佑 在贫病苦难时求希望 在贪欲执着时求财求富 印度在释迦摩尼佛之前 也有许多神奇信仰 人类历史上 起源最早的宗教之一印度教 便是发源于印度河流域 以费陀天启、祭祀万能 佛罗门至上为三大纲领 夹带着浓厚的神权色彩 而释迦摩尼佛的观点是 主张人人皆有佛性 在大圣佛法中 佛是指修成正果 离苦得乐的大觉悟者 借由入人群帮助他人自修 减少脑神经系统的贪、撑、吃、慢、疑等苦痛来源 几个世纪以来 传统神奇虽然存在 就像希腊文化的诸神行冒 故事已经成了文学、戏剧、艺术、哲学的研究范畴了 经典杂志制作的出神入化 基于探索地方传统的艺术面 从台湾民间信仰里的人情出发 对应台湾社会所产生的各种互动 结合信仰、艺术、民俗、地景、人文等观点 以在地国际观写下有情人间 希望读者阅读此专栏 在逐步理解过程里产生共感并能认同 在我们进到21世纪来的时候 大家一起来共同解构 台湾现阶段的宗教信仰的现况 我会觉得这个题目 应该在这个地方做起来 会非常非常的有趣 我会将我的同能当成一组田野调查者 以这个一年半来的一个采访行程来讲 他们拜访了超过120间的一个庙宇 那这样的故事 应该是比任何一个单一的宗教学者 写的单一方面 我们还变得更博文、更博学 有这个专题的发想 但是最后谁是适合的人来做它 那刚好我们那个街黄 他从小就在公庙长大 所以对他做这个题目就是 他觉得就是他天生的使命 看到的其实不只是神 我更为重视的是当中的人 所以书名定为出神入化 原本那个化其实是造化 大自然上天的意思 可是我却用说话的方式 让大家知道 其实这些偏偏的报导 我更为重视的是人的观察 那我们找我们家的意大利人 他对这个题目充满了狂热 让他注录一些比较有趣的 不可确定的因素 这一个摄影师我觉得是一个 privilege 因为比较你的心也是不一样的 因为第一个我觉得是最重要 你会认识他们是谁 第二个你有机会拍不一样的东西 要拍一个好的照片 所以你要看很多角度 你基本上你要比较深看 想象的我们的街皇 从小在宫庙长大的 带着一个老外 我想就在庙里面 这些的菩萨众神有灵的话 有一个灰心的一笑 所以出生到往生 这个岛屿上不停地蓬勃 不停地翻滚 不管你怎么进到的一个科技的文明 信仰解释的一种物质的方面 没办法控住的 在心灵方面的一个依托上面 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觉得如果你要真的了解一个地方 一定你要看他们的宗教的那个经馆 那个信仰 他其实里面牵扯到人的一生 人的故事 还有包含社会的关系 以及历史的面貌 其实这些都是这个可以去切入的角度 出神入化应该是可以让你更加的 在21世纪期好好地解释 过去你的祖先 如何传承这个宗教信仰给我们大家 所以也是应该 我觉得是我们应该必看 必去了解的一个 更去探知的一个领域 融合宗教 哲学 历史与美学 在众神喧哗中写下有情人间 它其实对应你自己的内心 所以我觉得静 那个也是那个静其实也等同是一面镜子 它在对应你的人心到底在享受 我觉得这个专题还没有拍完